那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看到第十七页 那么第五十四个 姓氏 姓凤 那么凤这个姓氏的话 在中国大陆 在台湾都很少见 那么皇帝的曾孙 帝库高兴氏的时候 以凤鸟氏为例证 这个例证的话 是掌管天文立法的 那么指导人们 按照季节 按照时令来耕种 然后来收成 所以中国古代 对于这个立法的探测 然后把它来做归纳 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就 所以不仅让务农的人们 可以依此来判断 我们该什么时候来耕耘 什么时候来收成 让我们的百姓 有一个很 远整的一个生活的作息 所以这个立法的成就 在中国可以算是 非常的早 就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了 但是呢 时代 它不断的推进 其实我们对于立法的 这个校正 就会越来越精准 所以立法的严重 在中国古代 也是非常的庞杂 因为每一个时代 都会推出新的立法 那么专门在研究 古代立法的人 在目前来讲的话 也是屈指可数 那么奉这个姓氏的 历史名人 我们举一位 这一位呢 大家也是不常听到的人物 叫做奉刚 那奉刚的话呢 他不是在政治上面 有所作为 也不是文功赫赫 武功为名的人物 他是一位呢 算是草药家 算是一位 这个医师 一位药学的一个权威 他呢 在当时汉朝的时候呢 就以呢 白草花 然后呢 去把它呢 腌制之后呢 把它封存在地底下 从正月一直到呢 九月末 然后据说啊 封存的 这个白草花呀 能够呢 得到天地的精华 所以呢 拿出来之后呢 再加以提炼 就称为了一种丹药 然后往生的人啊 把这个丹药呢 纳入口中啊 就可以起死回生啊 哇 这个感觉好像很玄妙 当然这个也是呢 文献上有此一说啦 那是不是真的如此 恐怕呢 也是呢 有待验证 不过因为呢 文献的资料呢 都不足 所以呢 也没有办法呢 证实这种说法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呢 很多文献的记载 我们大概都是要 保留一分怀疑 然后呢 小心的来验证 那古往今来啊 这种呢 死而复活的例子 的确常常听闻啊 我这一次到菲律宾去 也听到了我们菲律宾的朋友 也提到过 我们遇到一位这个朋友 他的姐夫啊 也就因为呢 疾病突然之间就暴毙 暴毙之后呢 就送到医院去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一位朋友呢 到了医院去的时候呢 他那个姐夫啊 已经盖了白布了 他去的时候呢 已经过了三个多小时了 然后他就想说 那至少好好的送他一程 所以就在他的身旁送金 送金大概送了一个多小时 居然他姐夫复活了 他姐夫居然这样子就复活了 那医院都觉得很 很惊讶 怎么会这样呢 那面对这种很奇异的事件 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些传闻 那就有人说 我那个朋友啊 他有什么什么样的超能力 所以在外面啊 就传的很多啦 甚至于呢 有人啊 登门拜访 求他治病 我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纯粹 只是呢 为了让我的姐夫啊 那一件事情啊 是为了让他 希望能够走得很安详 所以我只是单纯的送金 我没有任何的法律 可是别人还不相信啊 他说拜托拜托 你一定要救我啊 我有什么怪病啊 你一定要帮我啊 如何如何 所以呢 这种死而复活啊 有很多种原因啊 那这件事情 后来他们也没有深究 医院呢 也没有办法去归纳出 到底是什么原因 总而言之 他是一个很奇妙的经验 那他姐夫后来 回 回魂之后呢 又多 多活了两年吧 又还多活了两年 好 所以 当然身体就大不如前 好 可是呢 能交代的事情 也都有很完整的交代 所以不会是仓促之间啊 就杀手人寰 家人没有办法呢 这个 没有办法接受这种状况的情况 当然就会非常的惋惜 所以多活两年啊 也做了很多的事情 也做了很多的善事 所以可能是上天啊 觉得 这个人 这个有积德 有积福啊 所以呢 给他一个缓冲的时间 好 让他可以跟好好的家人啊 这个诀别 也能够把事情给办好 好 那这个是我们奉信的一位 历史名人 那再来我们看到 下面这个姓氏 第55个姓氏 花 花这个姓氏呢 其实啊 在唐朝以前的文献 基本上没有看过 花这个姓氏出现过 那所以呢 我们没有办法去推远 它的来源 那有一个比较主流的猜测 有人主张呢 花这个姓氏呢 应该是 花这个读音转变而来的 先前我们曾经讲过 花 当作呢 姓氏来读的时候呢 要读作四生 好 那因为 中华的花 这个花 它原本的本意呢 就是花朵的花 好 那所以呢 因为它本意 跟这个花朵的花一样 好 所以呢 可能就从此有人啊 就改写为 比划比较简单的 我们看到的这个花 好 所以呢 这是比较主流的说法 说花姓是从化姓而来的 那到了唐朝的历史上面 才有呢 正式的记录 花姓的人物 那不代表说唐朝以后才有花姓 可能在更早以前也有了 只是没有文字记录而已 那么谈到呢 花姓的人物的话 大概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花木兰了 好 大概也只有花木兰了 好 所以呢 花木兰哦 根据呢 考证哦 他应该不会是找到呢 西汉初年啊 好 所以呢 比较 学者的研究的成果 应该是随末唐初 好 所以呢 也符合了 刚刚我们提到 好 在唐朝的官方的记载里面 有花戏 是从唐朝开始的 好 所以 我们可以呢 把这个研究的成果 把它考虑进去 好 那花木兰的故事 大家都很熟悉了 好 就是因为呢 家中啊 爸爸年纪老迈 好 然后呢 自己的弟弟呢 又还很年轻 好 可是呢 政府呢 要征兵 好 要去呢 这个 防患编患 好 所以呢 花木兰啊 就只能够呢 代父从军 好 所以呢 在木兰诗里面 哦 也透露了这些讯息 好 所以呢 研究的 这个学者们啊 就从这些蛛丝马鸡 来做推测 好 推测 他应该是 随莫唐出人 好 那我们看到 第56个姓氏 方 方这个姓氏的话呢 在闽南话 我不晓得 大家会不会读 因为我自己 不是闽南人 我是客家人 所以呢 我一直以为 方这个姓氏的闽南话 读作 方啊 方兄嘛 我一直到了 后来这几年 才发现 原来方这个字 闽南话 读作姓氏的时候呢 要念作 崩啊 差很多 对不对 名言大概 没有接触过 差很多 所以我一直都误读了这个姓氏的读音 好 所以呢 这个方姓 在台湾 也是流传也蛮多的 所以呢 在台湾的人口里面 方姓的比例 可以占到呢 前49 这么多 那么方姓的来源 有两个 有一支是来自于 炎帝的后代 炎帝的九世孙方蕾 因为帮助皇帝 讨伐 满游有功 而受封于方山 所以后来呢 就以方为姓氏 那方姓的另外一个来源 是来自于姬姓 周宣王的时候呢 有一位大臣方蜀 领兵呢 去平定了南满 也是受封于方 所以呢 后来呢 这个方蜀的子孙 也以方为姓氏 好 所以呢 像这样子 不同的来源 也都有受封于方 这个地名 先前我也跟大家讲过了 虽然说 看起来 它是同一个名号 同一个地名 但是呢 它是不同的地点 所以呢 同名异地的 这个状况是很多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这个理解 才不会误认为 他们是在同一个地方 可是却有不同的姓氏 不同的来源 好 所以呢 方姓大致上 我们在文献上面 可以知道的是有两个来源 一个来自于 炎帝的后代 一个来自于呢 姬姓的后代 好 那么千禧分布的地方 有一个部分 我请大家呢 看一下 在第一行 泉州人啊 翁钱渡 他有六个儿子 后来呢 他就把这六个儿子 分别给予不同的姓氏 就是洪江 翁方 拱 还有翁 然后这个就是 后来有所谓的六贵堂的来源 因为这个翁钱渡啊 为了避祸 所以他把自己的子 儿子们呢 分给不同的姓氏 希望呢 能够呢 留存 这个自己的血脉 在兵荒马来的年代啊 这个也是不得已的一个办法 所以这六个儿子呢 虽然有不同的姓 可是呢 都是一母同胞啊 都是呢 同一个父亲啊 好 所以呢 就各自的开展 好 那所以呢 后来他们追溯 源头 其实都是来 来自于 这个翁钱渡 那所以呢 这六姓的子孙 他们就有一个堂号 特殊的堂号 叫做六贵堂 好 那在东南亚 六贵堂 其实呢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叫什么 同乡会 好 在菲律宾 在马来西亚 六贵堂的 这个同乡会的祖师啊 也都非常的大 好 因为有这样子的来源 好 那后来 方姓呢 好 也就呢 逐渐的 好 向外 四散 好 所以在中国大陆 排名到第62 几乎大江南北 都可以看到方姓的子孙 发展 那南洋的地方 也有很多方姓的子孙 像我这一次去菲律宾 那透过朋友的介绍 也认识了几位 姓方的朋友 他们也都是六贵堂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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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亲 好 那我们看到下面的堂号 有一个正学堂 正学堂 这个堂号的典故呢 就来自于 明朝的方孝儒 好 在上一堂课 我们提到方孝儒 好 那方孝儒呢 原本呢 他是呢 建文帝的老师 好 可是呢 因为建文帝的叔叔 燕王朱棣 好 他要夺位 好 所以呢 从北京发兵 好 一路呢 过关斩将 打到了 当时的国度南京 好 强迫呢 方孝儒啊 好 为他的学生 也就是那建文帝 好 写传位诏书 好 好 可是方孝儒坚决不肯 好 最后呢 遭呢 朱棣所杀 而且呢 还牵连了所谓的始祖被屠灭 好 所以呢 这个写案 在明朝初年啊 是 是 忌讳 好 是一直到了 后来才慢慢的有人去记录这个事情 好 才把方孝儒的事迹呢 把它写下来 好 所以当时啊 南京地区啊 方孝儒案 好 搞得 人心惶惶 好 所以呢 燕王朱棣 他就是透过这个霹雳手段杀鸡儆猴 好 希望其他不愿意臣服于我的这个建文帝的这个官员们都能够倒戈 好 那这一招有没有效 很有效 好 很有效 所以后来很快的南京方面的 好 这个朝城 原则上 绝大部分 好 都投效了朱棣 好 所以很快的他就登基几位了 而且迁都到了北京去了 好 那当时呢 朱棣 好 杀方孝儒啊 而且 不是呢 一刀给他痛快 他 用了一个急刑 好 这个急刑叫做 腰斩 腰斩顾名思义 就是从哪里砍了一刀 从腰部 好 腰部砍一刀下去 会不会马上往生呢 各位猜想一下 不会 好 他一刀砍下去呢 并不是呢 把脊椎骨也砍断 不是 他是一刀砍下去 让你 血流成河 好 那 这个 方孝儒 他沾自己的血 在地上 写了十二个半的 串位的串 控诉 燕王朱棣串位 写了十二个半字 才断气往生 所以这个是 非常残忍的手段 好 但是腰斩也不是第一个 从方孝儒开始的 最早被处以腰斩的是 李斯 李斯也是被处以腰斩 好 所以李斯呢 跟他的第二个儿子呢 一起 呃 被杀 好 那在行刑之前啊 李斯呢 跟他儿子说啊 哦 呃 他就问他儿子 儿子啊 啊 你猜猜看 爸爸这一生啊 最怀念哪个时 哪 哪 哪一段时间 好 结果他儿子呢 就跟说 应该是爸爸当 秦朝的宰相的时候吧 一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啊 好 李斯跟他说 不是啊 爸爸这辈子最怀念的时光啊 不是手握重拳的时候 爸爸最怀念的时光是 当时我们还住在老家 住在上菜 上菜是个地名啊 好 呃 当时你们兄弟还小 好 爸爸呢 这个闲暇时候啊 带着你们兄弟啊 好 牵着黄狗 带着苍蝇 好 到上菜城外去打猎 好 这是爸爸一辈子 最怀念的时光 好 所以这段话 我也经常跟 我的学生们分享 好 人这一辈子 最怀念的时光 不一定是你 位高权重的时候 往往 都是你 这一生回顾 是你 最 闲的时候 好 这个闲 不是闲来无事 好 这个闲是什么 这个闲是 内心 最平和 最宁静 好 也可以说你是最没有压力的 最安闲 自视的时候 好 所以呢 我们追逐的人生 到底 是什么 每一个人 不一样 好 但是 我都跟学生说 从理事的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 即便我们哪一天功成名就了 好 即便我们哪一天 手握重拳了 可是呢 你都要让自己保持 心理的态度 要保持一个闲 就是 你的内心要很平和 要很安宁 养不愧天 抚不坐地 好 而且呢 在功忙之余 我们要创造一个 闲的 一个环境 好 让自己的身心灵 可以达到一个平衡 而不要一味的 只是在追逐名利 好 即便 你很努力的在 事业上面充斥 但是你也要找一个时间 好 不管一天的什么时间 或者是一个月里面的什么时间 要让自己回复到闲的状态 好 像各位 各位 我很羡慕大家 好 包括我们的师兄师姐们 我们的师父们 好 我们都是在闲的状态里面 好 求学问 好 然后呢 了解人生 好 然后呢 帮助佛法 穿扬于全世界 好 这个闲是很难得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能闲啊 好 所以 非常羡慕大家 几乎二六十中 都能够保持在闲的状态 好 各位才是真正有福报的人 是有福气的人 好 那 我们虽然说在红尘之中啊 好 要找寻闲 每一个人 状况不一样 好 但是我 找到一个平衡的 一个时间 就是我每天晚上都去 走 快走 走操场 那走操场的时候呢 什么都 什么都不会想 好 那四十分钟 就是完全的放松 好 然后眼睛 呃 没有全臂了 因为全臂的话 就会撞到人了 就是 就像我们的 呃 这个 很多的 呃 这个佛祖的法相一样 好 就是 壁八分 好 这个 开两分 就是看着地上 然后这样子快走 好 我觉得很 很有帮助 耶 因为走完四十分钟之后呢 不仅哦 身体放松 呼吸可以呢 得到一个调整 而且你会发现 哎 今天的疲累 都可以呢 这个 这个 小事不见了 好 而且心灵可以呢 达到一个平衡 好 那每一个人的方式不一样 好 这个是我 找到的一个方法 好 好 那 在座的各位 好 都是有福气的人 真的要好好的 把握这个机会 把握这个机缘 好 所以呢 回到这个理事身上 我也跟学生讲 或许你这辈子 也会有这样子的感慨 所以呢 跟我们身旁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保持很友好的关系 把握呢 你能够享受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因为每一个阶段的任务不一样 好 呃 为人子 为人夫 或者是为人妻 好 其实不同的角色都有它的难处 啦 但是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平衡 而且让自己能够达到一个闲的状态 好 这是我带给学生的一个期许 好 好 所以理事啊 也算是呢 人之相死 其言也善 好 透过他的这一句话 好 开示了很多后来的人 好 其实这个是 人生的大智慧 人生的哲理 虽然说他生前 评价 当然很多 不一样的角度来评价他 但是我对他 临终的这一句话 我是给予肯定的 好 好 所以呢 这个方孝儒啊 在最后呢 得到这样子的急刑而离开人世 很多人都对他教区 很多人都对为他不舍 那他的子孙呢 也为了纪念他 因为方孝儒呢 曾经为官 担任到呢 正学 他自己的书宣啊 叫做正学堂 所以呢 当时的文人都称他叫正学先生 好 所以呢 子孙呢 就以他的书宣名正学 为堂 好 所以呢 叫正学堂 好 那我不晓得各位 自己在读书的空间 有没有为自己的书房 命名呢 没有 好 大概都没有 好 我自己为我自己的书房啊 也取了一个名号 不雅啦 不是很典雅啦 好 但是跟我自己的所学 跟我自己的专场有关 好 所以我的书房啊 叫做左经山房 好 因为我自己研究左传啊 好 那左传的话呢 它又是十三经里面的一部 好 然后呢 为什么取名叫山房呢 其实我是住在都市里面 好 我基本上呢 很年轻的时候呢 很小的时候呢 住在乡下 可是我 大概 小学的时候就到都市里面生活了 可是我非常向往呢 农村的生活 因为农村的生活经验 让我觉得非常的美好 而且让我觉得很难忘 好 所以我很常回老家去 好 度假 好 一天两天也都很好 半天也没关系 好 去感受到那种农村的那种 很闲的那种气氛 好 让我觉得很舒服 好 所以我在为自己的 这个书房取名的时候呢 我刻意把一个山字安进去 好 所以希望呢 能够啊 虽在呢 红尘居啊 好 可是呢 自己的心 还是呢 向往山林 所以叫左金山房 好 所以呢 我们这边 要邀请各位 来做一个小小的作业 好 古人啊 他们都会呢 为自己的书房啊 来命名 有些是跟自己的专场有关 像我就是跟 我自己的专场有关 所以叫左金山房 那有些是自己 对于人生态度的 一个凝炼 一个提炼 他把自己的人生观 好 提炼在这个书房的名号上面 好 那也有不同的角度 那有些是从自己的号 好 然后呢 也变成自己的书宣明 好 那有不同的方式来命名 好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看到呢 方姓的历史人物 有一位方以智 好 方以智看到这三个字呢 真的好像就是 人如其名 好 方以智呢 他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 还有科学家 对于天文 地理 历史 物理 生物 药学 文学 音韵 都有研究 好 而且呢 他比较务实的 去研究呢 生活我们人类 所会面临到的一些学科 好 所以呢 他不仅是一位思想家 更是一位科学家 那他在从科学的研究上面 去提炼出宇宙 这个世界组成的 好 来源 好 他也有了思想的这个身份 去了解 这个宇宙来源 形成的过程 好 可是呢 他跟以往的思想家 不一样 好 以往的思想家 我们哦 如果给予一个 比较笼统的称法 叫做心学 心脏的心 心学 好 那么从心来 建构这个世界 好 简单来说 就是心学的 好 这个角度 啦 大家会听到 这个所谓的 由心来建构这个世界 感觉好像有点抽象 好 我简单的来做一个解释 好 嗯 心学的学者们 他们认为 这个世界对我而言 是心的作用 如果我的心 对这个世界 没有作用 这个世界 对我而言 没有任何的意义 好 我打个比方 呃 比如说 这个椅子 我们为什么 会把它称之为椅子 就是因为我们认识 这个椅子的作用 我们了解它的功能 所以呢 在我的概念里面 我有椅子的存在 好 所以这个椅子 是世界的一部分 好 所以它透过 这样的角度 来理解这个世界 好 所以呢 如果我对 这个世界 我不能理解 或者是我对它 没有 呃 没有兴趣也好 或者是 我不想去理解它 那这个东西 就不存在 我的世界里面 这样可以理解吗 好 可以理解 好 所以呢 这是心学的角度 可是呢 方以智的角度呢 他认为 呃 不应该是这样的 世界之所以存在 就是它客观的存在 不是你主观的去 定位 它到底 对你有没有影响 好 所以呢 它排除了 心学的那种 思想的角度 他认为 世界客观的存在 不因为你 对它没有兴趣 而它就不存在 好 所以他认为 世界应该是由物质来构成的 好 所以呢 他提出了 好 这个物质的角度 当然 方以智的这个学说 并不是从他开始有这个理解 而是 中国古代 就已经有这样子的 呃 萌发 好 但是呢 一直都没有受到普遍的重视 好 一直都还是以呢 新学的这个角度呢 好 来理解世界 比较占学术的主流 好 所以呢 没有对错的问题 只是呢 呃 各自角度的 好 不同而已 好 那因为他 呃 很 务实的去研究 呃 个别的学科 好 所以他提炼出了 对世界观的 呃 这个 这个 阐释 好 所以呢 跟当时代 哦 其他以新学为主流 以阳明学派为主流的 那个思想 他就格格不入 好 所以呢 方以智在当代是很寂寞的 好 因为他被边缘化 呃 因为很多人对他的这个角度是 非常不屑一顾的 好 但是 就回应到 刚刚我所提到的 他的 他的名字 他叫方以智 好 这个方就是呢 方方正正 好 就体现出了 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 是很客观的 存在 而不是呢 一个 而主观的思想而已 好 好 所以他从这个角度 他要探究的是 这个世界 好 不管是造物者也好 好 不管是上天也罢 他创造的这个世界 他带给我们 什么样的生活的智慧 好 所以他用方以智 好 这个名字 就体现了他的思想的主体 好 好 这很有趣的一个名号 好 那么方性的历史名人 还有一位叫方鲍 好 那提到方鲍的话呢 就会想到呢 他跟姚奈 他跟了刘大奎 合称为同城三祖 是清代同城派古文的创发者 那方鲍呢 他所谓的同城派这个古文 主要的一个见解就是 他认为写文章要重视义跟法 这个义呢 就是仁义道德义 这个义呢 其实呢 就是他强调 唯文应该要言之有物 好 这是他的一个这个重点 那另外一个主张就是呢 写文章要有法 这个法就是法律的法 那法是怎么呢 就是言之有序 好 写文章呢 要有章法 要有次序 好 那大家会想说 听起来好像没有很特别 没有很高明 因为古往今来 强调这两点主张的文学理论 也蛮多的呀 好 那为什么方鲍跟姚奈 他们在清朝初年的时候呢 会有这样子的文学地位呢 好 是因为啊 从明朝开始 科举考试慢慢倾向于 你在写科考的时候的答案 卷 你的创作的那个答案卷 它有严格的体制的规范 好 你要回答这个答案的时候呢 你这篇文章 一定要写成八段 好 而且呢 每一段都有它的这个功能 好 都被严格规范了 甚至于到了后来 还严格要求呢 每一段落的字数 好 所以呢 就限制了 呃 科考这些考生 他在回答之后 好 他的 呃 空间 好 这每一段写 每一篇写八段 好 就是后来 逐步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格式 也就是后来我们俗称的什么 八古文 好 八古文 好 所以八古文哦 就是科考的时候答案卷 他所规定的标准的格式 好 因为科举考试 他有这样的要求 那我想要请教大家 大家平常在应付考试的时候呢 既然考场规定这样 那你平常在写文章的时候呢 你就不自觉的 就会往那个方向来操作 因为你会想 那反正呢 我读书 我写文章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考科考 所以我平常写文章的时候呢 我当然要多加练习嘛 所以呢 不自觉的 他在写文章的时候呢 即便是平常时候的文章 不是为了特别应付科举考试 来做练习的文章 他也都朝向那样子的八古的形式 好 去趋劲 所以导致呢 整个明朝末年啊 文章 好 他陷入的停滞 好 不管他的章法也好 或者是呢 他的这个格局也罢 都受限 非常的深 好 所以呢 到了清朝初年的时候呢 为了要去打破 明朝八古文的 这个影响 好 所以呢 他们这一批人 才有提出 以义法为 主流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古文 他有这样的主张 出现 好 所以呢 我们会发现 其实 中国古代文学史啊 他经常都是一个 正反合的 一个论证过程 好 所谓的正就是呢 呃 这一套理论 或这一套格式 他在 发展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就会慢慢的固定下来 而且成为主流 好 姑且我们把它称之为正 那他 主流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会慢慢的僵化 好 这个时候呢 有事 有心之事 他就会呢 予以呢 反动 他会提出一些 呃 改革 好 那 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反 反的力量 好 他会不断的 呃 扩大 所以呢 他就会跟正 来做对抗 好 那如果呢 反 他为了要对抗正 如果在 呃 理性的沟通 或理性的交流的情况 没有办法得到圆满的答案的时候呢 他就会用 大破大力的方式 好 企图 来扳倒 所谓的正 好 所以呢 反就会呢 呃 突然之间 他会用一些很极端的方式来做呢 变化 好 企图压过原来的主流 所以非主流 一旦能够胜过主流的时候呢 非主流就变成主流了 好 那 非主流变成主流之后呢 他又会慢慢的 发展 他又会变成了主流 然后慢慢的又会僵化 好 然后呢 又会有什么 又会有另外一个非主流 来对抗他 那中间 这个主流跟非主流的变化 有的时候呢 他还会有过度的融合的情况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合 合作的合 好 所以呢 这种正反合的辩证 我们在文学史 在中国思想史 经常会看到 有这种循环的过程 好 所以我们看到 像这个同城派古文 他的主张 其实也是正反合过程里面的 好 一种体现 好 因为 文章起立 僵化 所以呢 古文的 这个主张 他又会呢 再度的呈现 好 然后呢 去改革 好 然后呢 这些古文的 这个 呃 所谓的清流之势吧 他们在发展了 一段时间之后呢 又会受到呢 当时代的 呃 风气的影响 他又慢慢的 落入了一个格局 落入了一个僵化的过程 所以之后 又会有另外一批 所谓的古文的改革家 推出 类似的理论 再重新的 再予以改革 好 所以他又会变成一个循环 好 所以呢 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大不了的事情 可是在清朝初年 同城派古文 提出这样子的古文革新 好 对于清朝 三百年 近三百年的 文章的格局 有了一个 很大的启发 好 所以呢 后来也说 他不仅是呢 同城派的 创始人啊 也是呢 清代 蒲学的 这个 始祖之一 他也间接了 导致了 清代蒲学的 开展 好 这是第五十六个姓氏 方姓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第五十个 五十七个姓氏 鱼 这个姓氏 那鱼这个姓氏呢 在大陆 在台湾 都没有进入到 一百大 可是呢 鱼姓啊 却相当的古老 那据传 这个鱼姓呢 是从皇帝的大臣 鱼斧 好 那么 开始发展的 这个斧呢 就是我们现在 读成斧 斧为人心的 那个斧 同一个读音 好 那么鱼斧的话呢 善于医术 能够刨开 人体皮肉 对体内的五脏 进行治疗 所以呢 如果用现在的医学 来做分类的话呢 那鱼斧呢 是 外科医师 好 所以呢 他可以动手术的 那鱼斧的后代呢 就以此为荣 因此呢 就以他作为的姓氏 推演后代 那前洗分布的部分 就请各位 自行参看 那我们看到呢 下面的历史名人 第一位呢 是鱼大游 这个鱼大游呢 其实跟七纪光 是同一个时期 先前我们曾经介绍过七纪光 他是呢 在明朝的时候 对抗倭寇的名将 那其实呢 跟七纪光并肩作战的 还有鱼家军 就是呢 鱼大游这一个阵营 大概当时 他跟七纪光啊 并称为鱼龙七虎啊 我们经常呢 会把两个人物 然后用龙跟虎来呢 形容他们 那一般我们都会认为说 被冠上龙的 好像比较优秀 被冠上虎的 好像就稍微 逊色一些些 其实在中国古代啊 这个龙跟虎啊 其实都是属于 四大神兽的体系之内 那原本啊 他没有高下之分啊 所以呢 这边啊 我们讲的鱼龙七虎啊 不代表说鱼大游 他的武功 他的战功 都胜过于七纪光 不一定的 这个龙跟虎 他是平等的 那所以呢 你看这两位 大家 对七纪光 好像比较熟知一些嘛 对于大游 好像就比较 没那么熟悉 好 所以呢 也是 很重要的 明朝末年的名将 所以呢 大家也借这个机会 认识他 他跟七纪光 并肩作战 而且他自己呢 也开发了很多的 这个兵器 而且也有一些兵法 也呢 留下了很多的 相关的著作 为后世 中国兵学的发展 有了一个 很重要的 这个 作用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 除了鱼大游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位 也是经学家 也是呢 很重要的 学者 是于悦 于悦呢 他字号为 屈原居士 所以呢 后来文学家 后来的学者们 都称他叫 于屈原 那他也是呢 很多 近现代的 这个学者的 老师 像张太炎 像吴昌硕 像在日本 很重要的 经学家 学者 井上 城镇 都是呢 于屈原的门下 那他自己 也受到了 咸丰皇帝的赏识 可是啊 后来呢 就被弹劾 后来因此而罢关 什么事情呢 誓题 割裂 经义 而罢关 大家都觉得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在清朝 科举考试的时候呢 他出题目啊 经常都是从经书里面 挑一句 顶多两句 然后就当作标题 好 以一句或两句 来当作标题 好 然后呢 让这个 考生啊 去发挥 好 大家很难想象 好 以经书的一两句 当作标题 那该怎么发挥呢 好 这个后来也有学者 去专门研究 他们是怎么样 去理解 这一句两句 然后呢 去作答 好 因为呢 清朝的档案的资料 比较多 所以呢 可以做分析 可以做研究 好 那所谓的 这个 格力经义啊 就是呢 他把 原本我们传统 对于经书的 那一句话的断句 他 把它 做了不同的诠释 好 也就是在断句的时候呢 他不是用 传统的方式 来截取 那一句 出来 当作考题 好 而是他给予了 不同的断句 好 所以呢 就被弹劾 好 认为 他 在这个 下标题的时候 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这个专业度太差 好 而且呢 试图啊 好 去做一些 什么样的 政治的企图 好 所以后来呢 他就被罢官了 好 那 在清朝有很多的 这个文字域啊 也都跟 好 解读文字 有关 好 我举一个例子 清朝在雍正年间 有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文字域 好 他也就是从题目 科考的题目而来 在诗集里面有一句 叫做为名所指 诗集里面有一篇 叫做黄鸟 黄鸟里面呢 有一句叫为名所指 然后呢 有一位呢 这个 这个 士官啊 他就以这个作为 考题 就考了 都考完了 都放榜了 好 后来呢 就有人 向雍正密报 说 这个考官 出试题的 这个士官啊 这个考官啊 意图谋反 从诗集里面来的句子啊 怎么会意图谋反呢 雍正 他 也一时 摸不着头戏啊 他就问他说 你说他意图谋反 你 你导师解释 给我看看 他说 报告皇上 这个人居心否册啊 他要砍皇上您的头啊 他要砍您的头 什么意思 这个为这个字 如果我们写书法 有的时候呢 写得快一点的时候呢 这三点 它是可以连在一起的 他可以写成这样嘛 现在的简化字 他这边变成一笔上去 也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他要砍您的头啊 什么个砍法 那不就是 雍正两个字吗 所以呢 你把那个红色的笔画拿掉 就是维根纸啊 齐恩张大的嘴巴 觉得匪夷所思 对不对 匪夷所思啊 居然出个考题 我只是呢 随机的从诗经里面 跳一句出来 就被扣上 谋反 满门抄斩 了解的 文字欲是这么搞的 他真的有心要做谋反吗 没有 他是被 他是被陷害的 他被罗织的 所以呢 于居然也是因为这样啊 有心人为了要这个 斗活他 所以呢 以这个为一个题目 然后呢 来向朝廷举报 最后还好他只是被罢关 还好他没有呢 惹来杀身之祸啊 所以呢 古来啊 有这么一句话叫做 半军如半虎啊 所以呢 当官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很多人眷恋权力 但是从某个角度来看 其实是风险很高的一门事业 所以于居然呢 后来呢 他罢关之后呢 就潜心做研究 40余年啊 在各个领域啊 都有呢 很高的成就 所以呢 他的影响力啊 不仅在中国本土 在日本在朝鲜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那么被称之为 清代最后一位婆学大师 那他的著作呢 有五百多卷 那现在呢 我们把它收集之后呢 出版全集 叫做春在堂全书 大家有空也可以呢 去翻翻 大部分哦 其实都是 很艰深的学问 不容易理解 那即便 我们自己呢 来阅读啊 也都是呢 读跟我们自己 现在有关的学问 然后呢 把它抽取出来 来拜读一番 所以呢 我们对于啊 清朝的这些学者们啊 穷其一生 在做呢 学术的研究工作啊 非常的赶佩 而且他这个研究的 层面之广 真的是令人啊 这个佩服啊 所以我们自己 即便啊 在某一个专业 在某一本酸书 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 可是跟清朝人比起来 那根本就是 小吴见大吴啊 所以清朝人真的是 非常扎实的研究 所以呢 他们清朝整个学术的 盖框 我们就可以称它叫 普学 这个普就是很 普术的意思啦 很扎实的来做研究 从明物训谷 从文章的字句 一点一滴都不放过 所以呢 累积的很厚实的 学术的基础 也为后来我们的研究呢 做了很好的基础功夫 好 那再来我们看到 第21页 第58个姓氏 人 那人这个姓氏呢 很多人都会觉得 他应该念作任吧 其实呢 按照读音 如果是标准的字音 他应该是读作二声 才是比较正确的 其实在标准的字音 他应该要念作二声啦 只是大部分我们都 比较俗音的话呢 都是读作四声 好 那我们再看到 人性的来源 他在中国大陆呢 排名第59 在台湾啊 其实 我这边漏了 其实没有很 没有很前面 下一次再帮大家补充一下 这个人性在台湾的排名 那人性的话呢 在古籍里面 有记载 还有三种起源 一个是来自于封信 是太号福西氏的后代 那另外一只呢 就是前面 刚刚我们有提到 是皇帝的子孙 皇帝的25个子 子孙里面 有12位 有得到姓氏 那其中一个 就是这个人性 那么一个是出自于己性 是呢 帝魁的母亲家的姓氏 这个帝魁 也是呢 古地系统里面的一位 所以呢 在文献记载里面 它就有三个来源 那这三个来源 其实呢 源头都不一样 那到底哪一个 是比较主流呢 其实我们现在 也无可考证了 只能做文献的资料呢 来做这个研判 应该就有三个来源 可是呢 到后面 至于说你这个人性 是从哪一支出来 你这个本家 是推荐于哪一个姓氏 也都没有办法 再做更详尽的考证 好 那我们看到 第二个迁徙分布的地方 就请各位呢 自行来参看 那我们看到下面第三个 历史迷人 有一位人光 人光 大家呢 对他呢 好像也是蛮陌生的 在人性里面 人光呢 也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位 他是云台28将之一 那曾经参与呢 刘秀啊 在统一战争里面 立了大功 那所以后来呢 他也就呢 在刘秀的阵营 有了一个蛮崇高的地位 帮他建立了东汉 那后来他在病逝之后呢 刘秀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他想要把当年跟他一起打天下的这些武将们 把他们的画像 把他呢 摆到呢 这个云台 那么作为一个纪念 所以呢 才有所谓的云台28将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所以呢 这些都是呢 东汉的开国工程啊 所以人光也在其中之一 好 那人性的部分 我们就简单的帮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再来我们看到第二十二个性是 原性 原性呢 在中国大陆呢 排名33 可是在台湾就相对的比较少见一些 排名89 那原性出自于归性 这个归性 我们先前都介绍过 他是顺帝的后代 那顺帝的一孙啊 叫归满 他受封于成 那往生之后呢 成国的成名 为他上了一个嗜好 叫成胡功 好 所以呢 这文献里面啊 也称他叫做胡功满 好 那么胡功满的后代呢 有一位呢 这个叫做伯渊 那伯渊的孙子呢 陶图啊 就以他的祖父的这个字 作为呢 性 因此而改性为这个圆 好 可是呢 因为这个玉字旁的圆啊 跟我们圆性的圆同一 好 所以他就由这个玉片旁的圆 后来就改变成为了 好 这个圆 好 所以呢 这个转变啊 其实也是 蛮有趣的 好 至于说 具体来讲 他是怎么样的转变的过程 因为文献 没有很清楚记载 好 所以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 好 那这种状况啊 其实很多时候 语意的转变哦 我们又都有点莫名其妙 好 我们知道他原本的意思可能是那样 那后来我们所接触的可能是这样 那中间为什么会这样子转过来呢 不太清楚 也没有办法做很清楚的厘清 因为资料真的蛮有限的 就以刚刚我讲的莫名其妙 这个成语来讲 其实莫名其妙原本的意思是什么 莫名其妙 那个名啊 名字的名啊 他当作动词的时候呢 是形容的意思 所以莫名其妙 他原来的意思是说 哇 我看到了一个 很不可思议的景象 我没有办法用言语 用文字来形容他 所以叫莫名其妙 所以他原本是一个蛮正向的用法 可是现在我们讲莫名其妙是什么意思 你这个人莫名其妙 你这个人不可理喻 明完不灵 所以他转变很大 可是他为什么从原来的莫名其妙 变成信任的莫名其妙 中间的过程真的是莫名其妙 你不晓得他怎么变过来的 只是知道他的源头跟现在的用法 真的是180度截然不同 所以像这样的状况 也真的是不晓得 因为没有资料可以来说明了 那在原姓的唐号里面 有两个比较特殊的唐号 第一个叫做卧雪唐 东汉的时候呢 元安还没有任官之前 曾经在洛阳客居 有一年冬天洛阳令 冒雪来拜访元安 这个所谓的洛阳令 就是洛阳的县令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县长 那元安 因为当时积雪很深 所以洛阳令就命随众 扫出一条路 然后才进到元安的物资里面 那元安这个时候呢 因为又客居他乡 身上又没有足够的盘缠 所以下大雪没有冬一 所以冷得发抖 那洛阳令就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请 在洛阳当地的亲戚朋友来帮忙呢 元安就回答说 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而且下着大雪 怎么好去叨扰人家呢 所以就只好自己辛苦一些 所以洛阳令就很佩服 元安的贤德 就举他为孝联 因此呢元安的子孙就称 元安这一支 有一个堂号叫做沃雪堂 那大家会很好奇 什么叫做举孝联呢 众所周知 我们都知道科举考试 是什么时候开始才有的 谁对不对 到了堂已经普遍的 基本上就是 已经变成是国家选拔人才 唯一的管道了 那在此之前的人才怎么选拔呢 对 查局 就是当地的长官 他可以推选 像举孝联 就是查局人才的 其中的一个选项 所以呢 洛阳令就推举他 然后呢 如果上级 看到他的履历 看到他的事迹 也很认同 他就网上举报 然后呢 朝廷就会呢 从这些被各地方 所推举的人才里面 着用 他也不是照单全收的 着用 一些 然后呢 来认官 这个是古代 在科举之前 选拔人才的方式 那后来科举考试之后呢 考试 相对于呢 所谓的 这个举孝联 这些的查局 他相对的客观 相对的也公平 所以从水堂以后呢 科举考试就变成是 选拔人才的 从主流 变成唯一的管道 那一直到现在 大家还是以考试 为一个 这个 这个评比的 一个方式吧 那我们看到第二个堂 叫做守正堂 也是跟元安有关 那元安呢 因为受到了 洛阳令的推举 举孝联之后呢 后来他也就在官场上发展 有曾经担任 楚郡的太守 当时呢 楚王谋反 已经诸联了数千人 那元安呢 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 公平客观 那只要是呢 他审问之后 觉得 平 觉得是没有 关系很深 那么他就给予释放 那后来呢 有一些压力哦 也让他呢 不得不啊 这个要去对抗 比如说 外戚的斗士善权啊 先前我们曾经讲过斗士 在汉朝的时候呢 斗士啊 也算是呢 全请天下 可是元安呢 他呢 守正不阿 继续呢 跟呢 斗士来对抗 虽然说呢 后来也免不了被贬官 但是呢 他心安理得 所以呢 元安的子孙呢 也以元安的这个 这个行为 命名为守正堂 作为自己的堂号 来表现自己先祖的 这个气格不阿 好 那当然 还有其他的 以地名为堂号的 也大有所在 像陈俊 像汝南 像彭城 像陈流 都是呢 各地的帝王 来作为堂号 好 那那么历史名人 除了刚刚 简单的介绍了元安之外 还有呢 另外几位 也是让大家来参考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所以呢 元少的部分 我们就不细讲了 我们来看到 第23页 有第二位 元重焕 好 元重焕呢 其实他是明朝末年的时候呢 镇守辽东的一位将军 好 我们都知道 当时呢 镇守辽东啊 最主要防范的是谁 好 就是 关外的满清 好 那当时呢 镇守边关啊 的确啊 是非常的 呃 吃重的工作 好 那尤其呢 面对啊 呃 满清的威胁啊 那镇守呢 辽东啊 的元重焕啊 他兢兢业业 好 他非常小心 因为他知道 好 关外的这一些 哦 这个满清啊 铁记啊 他们是非常凶狠的 好 而且非常飘悍的 只要一不小心 好 自己的守军啊 不但啊 会被歼灭啊 而且还会突破呢 这个长城防线 好 然后呢 就会长驱直路 进入到当时的国度北京 好 所以当时 明朝廷中央 对他呢 也非常的看重 好 原则上呢 就是呢 你 你元重焕 想要什么 我朝廷能够做得到 我都完全 这个信任 完全支柱 好 就是因为 这样子 有人就眼红了 好 各位看到 魏忠贤 他的余党 后来就以 其他的名义 弹劾元重焕 好 那内部自己 本身就有矛盾了 好 这个矛盾 然后呢 就施以反禁计 好 最后呢 元重焕 就以 好 通敌叛国的罪名啊 除以零耻啊 好 这个也是 中国古代的酷刑之一 好 什么叫做零耻呢 好 就是俗称的千刀万刮 好 他不 一刀杀了你 就是呢 要慢慢的来折磨你 好 延长你的 受罪的时间 那元重焕呢 其实啊 在当时是 有一点争议啦 好 那所以呢 元重焕当时被 零耻处死之后呢 因为一般的百姓啊 都误信了 元重焕 通敌的 这个 说法 好 所以呢 分食他的肉啊 好 在行刑完之后呢 大家去抢他的肉 就是一片一片 不是削下来吗 去抢他的肉吃啊 好 痛恨元重焕 可是后来呢 元重焕呢 也得到了平反 好 认为他是受诬陷的 而且是受了满清的 这个反剑剂 所害 好 所以元重焕 在后来 大家呢 对他都是比较 同情啊 认为他是一个 呃 英雄 但是呢 是一个被冤屈的英雄 好 是一个悲剧 英雄的形象 好 在中国历史上面啊 算是比较 呃 可惜的一位 好 否则 以他的武功 好 以他的地位 其实呢 他应该是 应该受到 应该要受到 大家的赞扬的 好 跟他 同时期 还有另外一位 镇守边关的 大家都应该知道了 好 两相比就 你就知道 元重焕的气节 好 跟那一位比起来 真的是天 天差地别 那一位是谁 吴三桂啊 好 引清兵入关的啊 对不对 好 所以两相比较 你就知道 元重焕 还是了不起的人物 好 那再来第三位呢 元梅 好 元梅的话呢 是清朝的一位 好 这个文学家 好 他自己呢 有一个 陵园 叫做随园 他自己盖了一个 好 这个陵园 所以他自称为随缘主人 随缘老人 那不仅是文学家 他也是呢 文学批评家 更是美食家 而且呢 这个元梅这个人啊 他其实比较 不受当时的 风俗的约束吧 好 一般我们啊 在当时收学生啊 还是呢 以男性为主 他特立独行 他收了很多女弟子 好 所以在当时啊 元梅就 有一些争议啦 不过 如果单纯的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 好 他呢 写诗啊 提倡呢 信林说 好 那什么叫做信林呢 信林说就是说啊 呃 他在写诗的时候呢 要能够去 写出这个诗的 精神 好 这有点抽象 呃 我们都说 人的灵魂之窗是哪里 是眼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简单来做个比喻 就是说 在写诗的时候啊 你 有一些字句啊 能够画龙点睛 让你整个 诗歌 能够活跃起来 简单来说 就是打一个这样的比方 好 所以这个画龙点睛的 这几个字 好 我们在诗学上叫做诗眼 眼睛的眼 好 所以他特别强调 透过这个诗眼 来表现出呢 这个诗歌的 好 这个 这个 不同之处吧 好 所以呢 他提出呢 要 这么来写诗歌 才能够呢 突破世俗 才能够与众不同 那袁梅呢 他还跟另外一位 当时在朝中啊 非常有敌位的大学士 齐名 叫纪云 纪云以后我们会叫做 纪云呢 他的字叫做小兰 所以呢 我们就称他叫纪小兰 称他的字号比较多 好 当时呢 有这么一个 这个称法 称他南远北纪啊 好 两个人啊 都是很有文才的 这个文学家 好 那时间 也刚好到了 好 十二点了嘛 对 那么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那明天我们就继续了 好 谢谢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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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